我们现在先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像一般来讲的话 老师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 现在很多都有用电脑做辅助教学 那你也可以发现我常常在那边放大 在上面画东西 那这些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那我比较常用就是第一个 叫Runit 那这个呢 这些都不用安装 除了这个比较特别 搭配微软滑鼠以外 不然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 我们之前有看过一个叫PickPick 有没有印象 抓荧幕上的画面 对不对 抓荧幕上的画面 那它本身有一支白板笔 也是可以用 那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在给大家的这个软体里面 我们进来之后 就是在这里 我比较常用是这一个 点开只有一个档案而已 就直接执行就好 你如果执行了之后呢 在你的这个工作列这边 会多出现一个这个小东西 那它 你看在这里 它的好处是 它没有任何干扰 所以老师一般我 要用的话 我会建议稍微寄一点点快速键 好一点点快速键 比如说你看Ctrl加1就是放大 然后呢 你要画画 在萤幕上面绘图 就是Ctrl加2 就这样子而已 好就这样子而已 那 至于画出来的颜色是什么 你看 我直接Ctrl加2 我画出来 预设是红色 那如果你要换颜色 英文的颜色 第一个字都可以 大部分 黄色叫Yellow 绿色叫Green Orange Pink Blue 这样应该够吧 R Red 差不多就这些颜色嘛 对不对 啊 黑色 黑色喔 黑色是 B 那个 Black W D 还是D 忘记了 W是White 变白板 有一个 阿K 有没有 变黑板 呵呵 如果你不希望有萤幕上原本的画面 W是白色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齁 那当然如果有需要 去把它怎么样 比如说画一个矩形啊 或有一条线啊 那 Shift就是直线 Ctrl就是画一个方框 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 那离开就是ESC就好了 这个是 如果老师比较常用 电脑来做辅助的时候 欸他可以比较不干扰 那如果老师您觉得说 啊 要再寄一些快速件 好像觉得比较累 对不对 有没有看过现在那个气象报告 还是一些财经评论的节目 他们都在现在都是大的 那个 那个电讲电视上面 直接有一个工具在上面画 有没有 欸 这里也有一个 哪一个呢 叫做 Point to fix 这个 有没有 萤幕画笔 打开 一样 如果你会得稳的 这个就好 像我不会的 多一个翻译 有没有 打开 就OK的 它尽量减少你的干扰 所以预设在右上角 所以如果你今天 好我要开始用了 打开 有没有跑出工具来了 直接就来画了 啊 那好不好 这样 然后就告诉你 等一下不要看这 看这里 不要乱看 哈哈哈 对不对 这个是有工具的 所以如果用完了 就离开 这样 这样也可以 就是说它尽量减少干扰 但是呢 你也不用寄快速件 就可以直接用 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所以 这两个呢 都是不用安装的 老师您只要 那 执行了就可以 那 这里呢 还有一个啦 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叫ScreenMarker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 有一个工具箱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边 就直接拿来用了 都很简单的 可以直接拿来用 那 你觉得 到底要用哪一个好 看情形 我平常是都用这一个 所以老师您可以 稍微试看看 看你觉得说哪一个 比较好用 你就来使用看看 那最近呢 这里 又多找一个 叫边 刚刚都有看到同学 有些拿出来玩了 有没有 叫边得出来 不是拿来打人的 对不对 你家 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 看你是64位元版本 还是32位元的 我发现我们学校 这边是32位元的 直接直接的就可以 那 它本身 会有个叫边 就会出现在这边 有没有 这里 欸 它的快速键呢 你可以来这边 点到它 它预设是滑速点三下 Ctrl Y Ctrl Z都可以 那叫边的大小 尺寸 不一样 有关系的 那 那接下来这两个呢 是 螢幕上的录影 欸 为什么要录影 有录影的话 老师 教一次就好了 对不对 蛤 你们就回去看啊 对啊 这样不是很好吗 而且同学还可以 怎么样 同学 有问题的话 还可以自己回去复习啊 大家会做复习吗 不会 因为连预许都不会做的 怎么可能做复习 哈哈 不过没有关系啊 因为总是有 万一如果你想要查的时候 这个可以录影 那我现在找了这两个 原则上都是免费的 那上面这个呢 还可以 就是不用安装 我以前是比较常用第一个 那最近呢 这个上个礼拜找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所以像我今天录的方法 用下面这一个 各有好处 各有好处 因为他们录下的档案都很小 比如说像我刚刚已经录了 我刚已经有录了 你看我们刚刚录的 录在这里 有没有 我都把它录起来 那 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刚刚录的那个 几段只有中小企业网路 这个讲的比较久 二十几Mb 其他都几Mb而已 所以我们大概三节课下 像我昨天去中正大学 三个小时下 也才两百多Mb 所以还算蛮小的 老师在保存上 也相对比较容易 好 所以这个是可以给 大家做一个参考啦 如果说老师您觉得 诶我可能有需要的 那您可以到这边有一个萤幕录影类 好我已经把它弄出来了 那这边呢 我今天用的就是最右边这一个 这个我是比较建议老师用安装的 用安装的 装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拿来用了 就可以直接录了 他虽然没有中文 但是还OK 好那如果你要用我之前的那一个 也是很好 他的优点是 他录下也很巧 可是缺点就是 他需要做一个转换的动作 因为他 你如果不转换 就必须要用他自己的程式去播放 不过他播跟录是同一套 他播跟录是同一套 所以这个您都可以参考 那转换的程式在这边 好转换程式在这里 所以您可以参考看看 如果您觉得以后有需要的 我们再看看怎么做 好不好 那 关于这个部分我就先提到这里 这样OK吗 好 就在 我想主要是跟老师比较有关系 同学的可能稍微相关性 比较低一点点